新加坡聯合組報引述南韓當地傳媒報導 南韓政府最近通過美國資深外交官員向拜登政府提議 重返新加坡特金會的精神與北韓領袖金正恩對話 文章又引述南韓政府高層官員認為 最近召開的北韓黨代表大會 由於是針對北韓居民發出的信息 所以金正恩對美國態度較為強硬 但其實金正恩希望與美國對話 而7月將會舉行的東京奧運 亦都可能改變朝鮮半島局勢 但最重要的是北韓不進行挑釁行為 曾任南韓六方會談團長魏勝諾表示 任期只剩下一年的文在寅政府 再次提議新加坡首腦會談的救賞 外界一早就預料到 美國國內都對此會談 持負面評價的情況下 南韓政府堅持要求拜登 繼承特朗普的政績缺乏現實性 有南韓執政黨議員指出 金正恩今年內訪問南韓 是有可能而且有必要的 南韓必須促進金正恩年內訪韓 又認為單靠醫療援助或疫情防控支援並不足夠 認為金正恩希望南韓不要看美國眼色 果斷推展兩項合作項目 2018年特朗普和金正恩 在新加坡舉行首腦會談 並對四項條款達成共識 包括北韓完全無核化 保障朝鮮半島和平機制 推進朝美關係正常化 以及北韓歸還陣亡美軍危害 有南韓當地的報道認為 文在寅政府上台之後 資深外交官紛紛被排擠出外交部 或者離開主要崗位 加上大多只是聽取反美 以及親北韓人士的意見 導致南韓外交政策變得缺乏現實性 好了 節目時間來到這裏 多謝失題 在寅日前 我們要先回答 制補充 時裏 在寅日前 都會發生 在寅日前 開始 我們要注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